营运亚航的一壁头集团CapitalA决定将旗下的航空业务出售给亚航长城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丹谢东尼·费兰德斯指出 这项重组计划有助于亚航节省15%的营运成本 放眼将吉隆坡打造成东盟乃至全球超级航空枢纽 可以媲美敌败 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一壁头集团昨天在特别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将旗下航空业务以68亿令吉出售给亚航长城之后 亚航长城也将在明天召开特大 为这项重组计划做出最后定案 一壁头首席执行员丹斯里东尼·费兰德斯 就希望转售计划能顺利完成 东尼·费兰德斯预计在完成计划后 一壁头有望在年底前脱离PN17公司地位 他补充 出售航空业务后 一壁头将能更专注于四大战略支柱 也就是航空服务 户流 数码科技和管理亚航品牌 东尼强调专注短程航线的亚航和专营长途航班的亚航长城 一旦年底顺利合并 将在营运上拥有更大灵活性 并在飞机 每日航班和目的地数量取得更强劲增长